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易却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的人物 一位曾与其有过业务往来的河南金融业人士表示 旅易出生于1974年 虽然即将自己的国籍迁到了塞浦路斯 并自我介绍为利比里亚驻中国商务投资代表 塞浦路斯阿弗罗塞达投资集团董事长 但他的老家却是河南南亚 而旅易真正的第一桶金则是来自高速公路 为了融资 旅易把高速公路收费全抵押给银行 借到了修路的资金 之后又把其中部分资金用于参股金融机构 然后再把金融机构的股权抵押融资 对此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2018年9月20日 做出的刑事判决书中披露 旅易为寻求贷款 曾向郑州银行副行长乔居安借款900多万 后续为获取更多贷款 又行费2300多万 在这份判决书里 旅易的身份是新财富集团董事长 新财富集团通过盘根错节的股权公司 渗透进入国内多家金融机构 并通过旗下影子公司 成为这些金融机构的隐形股东 最终成为威胁金融稳定的不稳定因素